这个你喜欢的甜美方怎么样 这个太白了我不喜欢不耐脏的一个 那这个呢这个够耐脏的 这个颜色这么在现在穿多不合适呀 哦那这个衬衣 衬衣特别适合你 也是你要求的有垂度的 这个衬衣太花了不要 那这个这个镜面的多有气质 这个这个有质感 这个这个多显老呀 这个衬衣我要了啊 哦你要了还是吗 不是了今天拿了 哦好的 那个衬衣我要 我就要那一件 你不用给我推了 我就要他手里那一件 不好意思啊真没有了 面对这种十分挑剔的顾客呢 销售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要满足顾客所有的需求 网络上很多讲销售的老师会跟你讲哈 一定要满足顾客所有的需求 他就会买你东西了 其实就是一派胡言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那么做了 你会发现你把顾客当了上帝 顾客把你当了舔狗 舔狗能有什么好下场 越是忙碌的店里顾客下单越迅速 为什么呢 忙碌的店里服务好吗 当然不是哈 甚至都没有成立没有服务 因为如果顾客不迅速下单的话 好看的衣服就买不到了 想要提升销售 一定要学会制造一点点失望 我是大姐 关注我